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晚会 让我可以持续留在立法院 选宜兰的陈晚会 不分卓越拜票 民众党要拼去预立位的很拼命 支持我 谢谢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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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朝现身市场抢婆妈票 每只手都要握到 受莱茵礼仗的蔡壁如 在台中对战绿营蔡奇昌 或许也有党内不能输的压力 我们就是团结 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集中选票 然后让海线翻转 因为传出民众党人士表示 党内已经下修 不分区立委席次 必须强化区立委选战 锁定的正是宜兰 台中第一选区 和柯美兰的新主市选区 我倒觉得没有说下修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标准 我们有一个期望值基准线 然后也是希望 再从那个基准线往上努力 也没有下修这件事情 对于赖清德 晋总主委姚立民 喊出民众党基本盘 若继续下降就是崩盘 即使五席不分区立委 恐怕很难保住 民众党很有意见 但是根据我们的内参民调显示 民进党的不分区政党票 已经调到第三名 而民众党反而是超车 民进党来到了第二名 也呼吁姚老师 不要这么的有自信 赶快为自家政党票冲票 但除了被对手唱 所以那一步是不是也不看好 因为民众党立委员党团 近期针对党团和各委员 办公室助理调查留任意愿 遭批评提前来挖人 更不尊重转战地方选区的立委 因为我们希望说将来 我们台湾民众党也要建立一个 叫干部长任的制度 特别是法案服务跟媒体 还有办公室主任 这些人应该变成长任干部 就是不管委员怎么换 这些事要长任 全前任用外坏民众党拼务实菜单 TVBS新闻成有想和家杨佩宇 刘婷婷调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